但是厨房不能外出的针板 竟然有机会导致患癌? 但是网上流传内地一个家庭 一家四口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但是分别患上癌症 而最灰祸首可能就是针板 因为针板有机会滋生了 黄菊酶素这种致癌物 对人体的伤害主要在肝脏度 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进食 就会令我们肝癌的风险会高一点 这种黄菊回素最常出现的 就是在发猫的花生、粟米那里 如果大家在针板上切它们 就有机会将黄菊回素残留在针板 行针板上的细菌量绝对不容忽视 我们委托了香港公开大学 对五块新构程度和污构程度不一的针板 测试它的含菌量 令人惊讶的是表面干净的针板 含菌量竟然最高 其实一至五号全部都找到有细菌 是吗? 我猜二号应该是最多菌 看起来很骯髒, 像发毛 二号和三号比较 其实三号找到的细菌是二号的两倍 而三号还是生坊里面最多细菌的一种 三号的菌, 你可以看看那边 其实找到的菌都是一些钢菌 而钢菌里面最常见的 包括一些大肠钢菌, 欲毒钢菌和绿龙钢菌 这些细菌原来可以导致严重疾病 大肠钢菌可以导致急性肠胃炎, 败血病等等 欲毒钢菌可以导致人类欲毒中毒 而这种就是罕见而是严重的疾病 绿龙钢菌可以导致肺炎等等 四号看起来都用得比较久一点 会不会都是多菌呢? 我们发现五号找到的菌是四号的十倍 其实它找到的菌除了钢菌之外 还有球菌 球菌有可能是金黄葡萄球菌 株链球菌或者表皮葡萄球菌 至于是哪一种菌呢? 我们都要有详细的实验才可以分辨到 所以生构、物料和含菌量 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球菌一样可怕 株链球菌有机会导致老磨炎、败血症 金黄葡萄球菌有机会导致肺炎、食物中毒等 究竟为什么砧板上有这么多细菌呢? 原来当大家切食物的时候 都会在砧板上画出一些刀痕 食物残渣容易藏在里面 和空气接触之后 就会滋生各种的细菌 这些细菌那么可怕 一定要洗干净化砧板才行 那些细菌、葡萄球菌那些 我们已知是会引致食物中毒 急性的肠胃炎或者入血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除它才行 有人说用稀色漂白水 去抹砧板最有效杀菌 但是专家就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食物有机会接触到 那我们应该怎样清洁砧板呢? 我们每星期可能可以进行一次徹底清洁 使用粗盐或者白醋去清洁砧板 当使用白醋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和食用梳打粉一起使用 因为两者会产生化学作用 产生高热有机会却伤的 最后为防止胶叉感染 处理三种熟的食物的时候 记得使用不同的刀具和砧板 一般家庭都会用洗洁精清洗砧板 虽然效果理想 但是这样会选害木砧板 Mike, 为什么木砧板 不可以用洗洁精洗呢? 因为洗洁精去油 砧板没有油份就会破坏了 而且洗洁精会吃到砧板 到时吃饭和切东西 会把洗洁精吃到肚子 不能用洗洁精 如果发了霧怎么办呢? 如果发霧的话不要紧 用粗盐和白醋部 散了整个砧板一次 然后用水洗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想再保养得好一点 每三个月帮它塗油 塗一次 塗矿物油和椰子油就可以了